接下來跟各位談比較仔細一點的,叫做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目前商業運轉的核電廠都是用核分裂的方法 用了燃料叫做U235 來,第一個叫U235,這是另外一個叫U238,這兩個叫統位素 以前教過什麼叫統位素,回去複習一下 然後天然的大部分都是U238,只有少數是U235 考試第一題,問你現在核電廠用什麼方法發電 答案叫做核分裂 考試第二題,請問你它原料是誰 原料是U235,原料是U235 然後它會經過分裂的過程產生電,像這張圖 這兩個中指撞進來,打到我們的U235進去導彈 然後就不拉不拉發生一些事情,它就分裂成兩個比較小的原子核 同時又放出了兩三個中指出來,這又是所謂的核分裂的過程 這個過程中有幾件事要注意,第一件事情打進來的中指是慢中指 不能太快,太快就會直接穿出去,不會留在裡面導彈 它就不會發生核分裂,所以要用慢中指進來 然後導彈之後,啪啪啪啪,然後就分裂 然後又產生兩到三個中指 那麼這兩到三個中指又打到別的,又235 又繼續產生核分裂,又繼續有能量,又有兩到三個中指 所以一個會變成三個,三個會變成九個 九個會變成27個,然後就越來越多,這樣叫做連鎖反應 那於是就在短時間之內發生產生非常大的能量 如果你不控制這個能量,就變成炸彈 就原子彈,就碰掉了 但是核電廠就在它可控制的情況之下 讓它來發生我們的核反應 需要的時候就發生,不需要的時候就不要發生 有些控制,後面會提到一個控制的方法 那麼同時你要曉得它會發生連鎖反應 是我打出去的中指要碰到又235,對不對 所以又335的含量要夠高 如果含量很少,出去也碰不到 也就不會有連鎖反應 所以這個會發生叫臨界質量 有一些人告訴你說核電廠好危險 核電廠就跟原子彈一樣,這是錯的 核電廠不會像原子彈一樣爆掉,為什麼? 除了我剛剛講過的控制之外,剛才我提到了之外 它裡面的核燃料的那個量又讓它的含量非常的少 不足以讓它會發生連鎖反應 它反應那麼快那麼多的爆炸 反應不出來,反應不出來,含量不高 所以就是這個圖裡面所顯示要你要會的事情,OK? 好,那又是核反應爐 可以看到前面中間這個渦輪就是這樣轉圈圈的 然後後面會發現就會有電 然後右邊就是煮開水 透過核能、核反應產生的熱 然後你煮開水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冷卻水 因為機主要冷卻 會不會再提到它 要它這樣做完,大致上講這樣 然後你就開始背 老師就背 我們要有一個燃料棒 用耗合金包裹燃料棒 裡面大概有3%的鈺235 天然的鈺礦裡面大概只有0.7% 所以我要把它濃縮到3% 所以叫做濃縮鈺 它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方法讓它的含量能夠提高 然後3% 要做成原子彈大概要30% 好像做成原子彈 OK 3% 然後接下來就是燃料棒 然後呢 我說剛才講過說我要慢中止對不對 我只能讓中止變慢 我用水有氫水或種水 種水就是那個氫是氫的同位素 刀跟窗合成的水叫做種水 然後還有石墨 石墨或者是皮這些 讓我們的中止的速度變慢 我才有慢中止 才用進去導彈 進去導彈 然後發生有反應 同時呢有一個鴻跟隔 用鋁來包住的 這要來吸收過多的控制棒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它產生2到3個中止 可以繼續發生核分裂核反應 所以我把它吸收掉 它就不會了 就不會了 所以控制它反應的快慢 所以有所謂的控制棒 就是包住我同跟隔 同跟隔 把它包住起來 好 再來就是我要有一個熱能 當然講過它產生高熱 它會很危險 因為它如果把東西都融化掉 和燃料棒整個暴露出來 放熱線就會出來了 這個叫做罪 我會召告叫做爐心溶滾 河在那邊的罪可怕叫做爐心溶滾 整個爐心都暴露出來 不知道怎麼都出來 所以我需要能夠降溫 我們很多都是利用海水降溫 因為直接抽直接吸熱 又要帶走 又很便宜不要錢 所以核能發電廠幾乎都蓋在海邊 因為我要吸海水進來 把它冷卻 然後排出去 然後排出去 好 然後呢 所以我需要把降溫降下來 冷卻下來 冷卻系統 上次那個日本核能災變那個 一直出問題的事情 它的溫度一直降不下來 一直降不下來 OK 然後再來一個鉛 我們前面講過αβγγγ要用一些鉛擺 要用鋼筋混凝土的後牆 還要擋住γγ射線 所以我要這東西擋住它 不讓它用放射線外泄出來 因為放射線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會讓它造成傷害 所以我要圍主體擋住它 把它背籃就好 核能發電腦的優點 能量強 價格便宜 當然反核人是不同意 反核人是說 你要把它從建廠運轉到這個廚藝 廚藝以後一些廚藝都要算進去 他說這樣子不見得會比較便宜 不過一般我們會說那個燃料棒的價錢不貴 很貴 價錢很便宜 而且產生能量很高 一個核能發電廠可以抵過好多個其他的電廠 OK 而且儲存空間小 如果要燒煤的話 大家要放煤的話 不要一點點就好 燃料完之後一點點大了 很容易儲存 然後也不會產生二氧化碳 基本上不會產生二氧化碳 或者其他熱核有害的氣體物質 通通都沒有 所以很乾淨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這樣在全球暖化的時候 有人在鼓吹要採取核能發電 因為他不會產生二氧化碳 其他的基本上都會 但是他有問題 安全性令人憂慮 我們在後面會提到 目前為止有三次的重大核能災變 美國的山里島 蘇聯的車諾比還有上市的日本 然後他還放出很多放射線 又看不見 傷害力又很強 然後搞得很久 然後所以萬一出問題很可怕 所以安全性令人堪憂 他是不是那麼安全會不會出問題 trouble 還有一個我們目前為止沒辦法解決的事情 到目前為止 核廢量 我們前面跟你講過核分裂所產生的東西 也有什麼 放在線這邊 他也會放出α、β、β、γ 也會造成能量的傷害 然後呢 不會出問題 沒辦法處理 沒辦法處理 而且他的半衰期很長 可能上萬里 所以他反核設說什麼 說疑害萬萬里 算對的 不要說很長啦 就算半衰期五千年好了 所以假設說你要降到四個半衰期 降到16分之1 才會比較沒有傷害的話 那你要花多少 要花2萬里 你要花2萬里 他才能夠降到沒有傷害 所以 目前無法處理 核廢量 只能把它存起來 供起來 找一方藏起來 找一方藏起來 問題是找什麼一方藏 而且還要讓以後的人不會忌控 不會把它挖出來 圓要挖 圓要挖到保障 所以有很多很多麻煩 所以核廢量目前無警 所以 這是他的問題 專門如此 這是所謂的核能發電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